欢迎各位,回到今天周日版国际大棋局第二节 台长你再说一遍,因为我很累啊,你说一说好吗? 当然我说了,为什么突然这么说法 意思是说那些开场霸那些你不说了,但是那些没所谓的 观众听了很多次的了,他们都进了脑子了 就算你不说了,他们都会自己在脑子里面 不不不,我现在人很累,我说不了话 所以你帮我这节你多说一些 你记得刚才那节你记得给几图听 好,明白,明白,明白 这次是说国际大事,因为昨天我们因应这个情况 我们在澳门发生的事,我们都不说国际大事 但是今天的国际大事当然会跟进军事演习 那我们昨天已经说了,现在说了是军训 不是演习或者不是军演 那问题就是这个字本身都有问题 因为为什么呢?你说明是演习嘛,是不是? 演习的意思是真的去演练 但是你现在是演训,是训练的 不是演习的,那两者又不同的 那你为何要说一个习字这么简单的字 你要搞成这样呢? 事实上是非常无谓的 但是你可能这个人体现到现在那种 就是中国大陆那种国内那种的政治气氛 是相当之紧张的 因为都是在二十大就快召开了 那之前有什么差错 但是我们就比较失望 失望是在什么呢? 就去到一个这么重要的期间 就有这些军事演习 甚至说有登岛的训练 就是登岛台湾本岛训练 但是应该就是习近平国家主席 应该有一些宣示 就是去讲讲,应该是怎么样 简单讲几句都好 去马还是不去马 大家有个知识 但是现在我们都期待着这个国家领导人 中国国家领导人 有一些重要的讲话 那台湾方面,比如蔡英文 英文BB 他都出来很多东西说的 所以台湾方面似乎就 反而不是那么紧张 那这件事本身呢 我们由头开始讲了 贝洛西现在就回到美国了 但是那个评价呢 都两极的 那他现在闹了个笑话出来 那我们都很fair 我们很公平的 就是说我们又不会一面倒 赞了美国一边 或者某些的党派 比如民主党共和党 我们看到那件事是这样的 如果是比较脆微声比较强的 我们都会说出来 他就讲到就是 为什么他一直对这个 就是中国这么有兴趣呢 就是其实就是 和他和中国有些关系的 那跟着他和中国有什么关系呢 就是他小时候呢 有个传说 就是如果你挖得很深的话 就是说 就是美国一边挖,一边挖,一边挖的话 你就会挖到中国 他拿回这个笑话出来 说他和中国有关系 现在又被人摒到九彩 这个 但是这些 这些 CNN 纽约时报 这些不会讲的 就在Fox那里说出来 就是Andersons 就是什么 他没听见 那警察就是说 他就说什么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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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说 說得比較成熟一點 為什麼會說這些廢話 其實你不說從中國沒有聯繫都不要緊的 我是喜歡搞這些 我是美國人 我就喜歡搞天那事 我就要管 其實這個是一路美國人那種的性格 哪裏不妥 那我就出聲 譬如這個地方沒有民主的 我們就出聲 因為他們有個看法就是 如果全世界都像美國那樣 那就是世界和平的了 世界很好 當然這些是很單純 很幼稚 很純情的美國人那種看法來的 如果全世界都有民主的話 就世界和平的了 那就是到了80多歲 我不知道他是真傻還是假傻 都是說這些東西 被人恥笑到暈了 那當然現在就是Donald Trump是咬著不放的了 大家都會覺得就是 Donald Trump為什麼要說這些說話呢 那個道理很簡單 因為他跟民主黨不妥的 凡是敵人贊成的我們都反對 這就是反對派的基本要求來的 但是如果他一旦上台 或者共和黨拿出來的話 那會不會說 又在做同樣的事情呢 那我又覺得是的 你不要想著今天Donald Trump罵他 他上台就跟中國朋友說 Donald Trump批評他 就是很愚蠢啊 整件事 你去了 你有什麼特別的件事 你又不見了什麼特別的件事 你又搞花費很大 你又把整個氣氛扯到非常之緊張 是吧 所以Donald Trump說這件事的時候 也有他本身的理據 不過呢 跟Donald Trump很接近的 蓬佩奧就相反意見了 他很支持佩洛西去的 甚至讚揚 但是他當然也沒有兌現他那張旗票 他說C.U. in Taiwan 他都沒有去到 所以我覺得大家就不要最對那些說 現在的政客 他們去贊成或者批評 又太大 太過認真 因為他們一上去做的時候 那個情況就很多不同的考慮 一些現實的考慮 凡是你掌權和你在在野 始終是兩個不同的限制來的 你在掌權的時候 事實上你會有很多事情要思考 如果你在在野的時候 那基本上說什麼就行了 佩洛西都不是叫實際掌權 他是監督那個政府 不是真正做決策 那一旦他做 這個就是某個程度監督著那個 拜登的政權 監督的意思在哪裡呢 你如果對這個北京太過妥協的話 就不是那麼好 這個行為本身就是做了這件事 譬如去到特朗普的時候 我覺得就未必大家預期就說 根本沒有這個預期 甚至在北京也不會有 就是說那個美國和中國之間的關係 會怎樣收好 事實上這次是一個分水嶺 因為這個也合乎我們之前的判斷 就是這次是看到的底牌 那佩洛西這個之行呢 其實有什麼具體的影響呢 那根據現在那個看法 這個也是很剛剛收到的 都要確認的 就是立陶宛的代表團體抵抗台灣 那之前我已經做了這個預測的了 我已經做了就是 他去得這樣 各國會議長去執都沒事的 是不是 我有一些什麼大的制裁的話 那其他都去了 尤其是那些跟他沒有什麼經濟關係的 那些現在立陶宛都不打算做中國生意的了 是不是 你最多就俄羅斯打過你 是這些最害怕的 所以立陶宛那邊也去的 但是我就不是太明白 就是立陶宛他現在去得那麼盡 其實是基於一些什麼意識形態的理由還是實質的理由 譬如說 他跟台灣建立了經濟關係之後得到很大的好處 我覺得就不是的 就是不是太可能 但是這個東歐的國家 他們經歷了那個 前蘇聯那種的 就是非常壓迫的政治氣氛 他們現在都要找地方抒發的時候 就是跟台灣是不斷想建立好的關係 除非你給他一些很大的錢 令到他扭轉 那之前捷克都是的 捷克都跟中國那邊是好什麼的 都是想建立那個經濟關係的 但是波蘭那些就不是了 波蘭和這個波蘭的三國就比較進取很多 就是說比較激烈很多 但是我相信其他東歐的國家 他們心底裡面 其實都是想比較增進台灣的 因為有些經歷過前蘇聯的時候 他們有這種這樣的對共產主義的抗拒 除非你北京能夠比較大的經濟誘因 例如投資或者其他方面 否則他們都比較接近台灣 但是問題就是北京現在的經濟能力都 不是這麼理想 所以遲些我想 東歐的國家 例如是波蘭 或者波羅的海三國 甚至捷克都有可能去訪問 那除了這個之外 當然其實地緣政治本身就是一個很重要的考慮因素 譬如你現在那個 說那個圍繞台灣島去軍事演習那裡 其中一個當然就受影響的就是沖澄島那邊 但是我們講過嘛 除了沖澄島之外 菲律賓都受影響的 菲律賓最北端那裡 他們都怕這件事 就是國軍事演習影響到他們 不過他們沒有出那麼多聲 甚至很低調 不過呢有一件事大家今天要留意了 就是美國國務卿布林肯終於去了這個菲律賓 就見了這個現在剛剛當選 剛剛上任的這個菲律賓的小馬俄司 就重新 菲律賓的安全美國是會 就是保護的 那當然傳統上美國都是菲律賓的盟友 菲律賓是美國的盟友 就是在80年代的時候 他們還在這個黑黑黑 就是邁尼拉有一個美國的海軍 有美國的一個黑黑黑的基地 雖然今天沒有了 但是呢如果去到一個重要關頭的時候呢 就是譬如說我們一直強調的 就是這個東南亞的國家呢 如果去到埋尾了要歸邊 他們都會站在美國那邊 這個我相信就是中國自己也有一定 就是北京方面也有自己的盤算在這裏 就是要很清楚去看到就不要說 現在但是跟你講的就什麼朋友啊 你過來投資就信這件事了 去到埋尾真真正正要歸邊的時候呢 其實他們都歸邊了 而布林肯去了菲律賓爾 就是這個小馬拉斯和他 就是接見他這樣 布林肯這麼說的時候呢 我相信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顯示來的 特別是譬如說之前 佩洛西去了新加坡的時候李顯龍那裏 我也都同樣的看法就是 其實已經跪了邊了 就是如果這一波看來 他事後沒有說保 事後新加坡沒有補飛啊 李顯龍沒有補飛啊 沒有說到說他反對這個佩洛西去的 其實這個問題上面他已經表態了 只不過大家現在都不知道他們 所以那個局勢我覺得都很清晰的了 但是另外一樣東西呢 就是美國那個主流傳媒都這麼說 就是其實美國的白宮的官員 都不是太想去激烈北京 之前那個所謂這些的洲際導彈的演習呢 現在都停了了 就未免刺激北京再將那個局勢升級 但是與此同時他們很奇怪的 他們衝美國和這個印度在中國的邊境附近 進行聯合軍事演習 這個新聞又不是做得很大的 但是那個意義又很大的 就是你這個印度 好 今天來到這個火之神 阿朗哥和鄧為我煮了一口 是不是叫台長的牛扒呢 台長西亞牛扒 那我要介紹一下這個蔬菜式有什麼特別之處 第一樣東西 單手都可以吃的 單手都可以吃這個這麼滑的牛扒 雞蛋牛扒 然後這邊有吉利虎蝦 還有這道菜式是牛奶 非常非常滑的 完全沒有澱粉質的 除了這個之外還有麵豉湯 這道菜真的需要非常非常美味 所以大家接下來接下來 一定要點這些味 台長西亞牛扒 多謝大家 支持港國和支持梁錦陳豐麗塞 和他的節目 多謝大家 大家記得訂閱和支持司徒文俊頻道 多謝大家 谢谢大家